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解脱的心而做皈依 而真正是为了要得到最殊胜圆满 究竟的快乐的解脱的心 来皈依佛法僧三宝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要消除一些暂时的痛苦 小灾小难而皈依 这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皈依发心 打开心胸 必须明白 世界 像是变得越来越小 而彼此承担共同的因果关系 也越来越明显了 现在大家生活在网络的世界中 必须了解相互依存的道理 已经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 可以独自生活在一个小范围里 所以脑袋要放大 心胸要打开 这样才不会把自己困住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去过去 不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徒 佛教徒只是个名称而已 就算贴上这个标签 也无法改变你的 至于你能否成为真正的佛教徒 就在于你是否真正愿意去改变自己 成为一个良善的好人 你随时要提醒自己和自己沟通 看看自己有什么善良的地方 或不足的地方 随时做出调整 朝着善的方向去改变自己 我们成为佛教徒之后 要随时随地地观察自己的言行 不要空有佛教徒之名 而所言所行 却不如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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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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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省 自省 我遇到这么多问题 这么多纷争 但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说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的态度 自己有没有保持关怀他人的 那一面闪心 别人是黑的 我不用变成跟他一样黑 一样不好 我总是这样提醒自己的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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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念正知 无论怎样忙碌 都要保持正念和正知 就像有人掉进大海 要告诉自己我会游泳 然后努力朝岸上游去 当你有了正知正念 就会像你在上空俯瞰这一切 像是看游戏般 对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都能看清楚 一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持佛法 修持佛法是为了对峙我们的五毒烦恼 修持佛法并不是要来计算我们过得多少种法教 或是做了多少座禅修 如果我们只在意接受了多少种法教或做了多少座的禅修 这样只会带给我们障碍 我们必须了知 修持佛法是为了对峙自心的五毒烦恼 这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必须了知 修行人 所谓修行人 是指能够调伏自心的人 能以不放逸与正念观察 自己的身口异三门 宗派分针 宗派和传承之间的分针 是所有斗争中最严重的罪过 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 就因懂得自己所修的法 是非常殊胜的 佛教内部的分别集成址 会成为佛教最终灭亡的因素 佛教中最终灭亡的因素 遇上非议 当你脚踏实地地在做某件事情 而遇上了很多非议时 或是当你因为这些非议而停下前进的步伐时 你会遇到更多的非议 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是 继继续脚踏实地地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非议 是该做的 有时自己对人微笑 回应来的确实一张臭脸 想给别人一颗糖 别人却视若无睹 让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时候真的会不知该怎么办 所以利益他人时要懂得善巧方便 不要一下子就期望太高 做多少是多少 要量力而为 如此才会比较安心 也不会有压力感 也不会有压力感 有压力感 我们下载时 希望感到亲爱的资讯 我想感到亲爱的资讯 下载时 希望感到亲爱的资讯 心态 你乐乐 让你乐乐 你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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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快速的 每分每秒都不等待人 尤其在这五浊恶事中 死亡原因很多 所以人生要有意义 从当下这一刻开始 让无常观虚策修行人用功 要向挥动马鞭般虚策马匹 往前迈进 察觉 修行是在每天生活之中 当烦恼神奇时 自己就能察觉 并且找到对峙方法 用以平息烦恼 比如 你可能会说 昨天早上九点左右 一个人让我很生气 但是我察觉了 也知道生气不好 就想办法等静下来 我会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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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佛与友情众生之间也没有不同 此外 这不是刚刚创造的事物 而是自始及任运运现前 因此佛果法身是自明的决性 透过上师的指导而当下得见 并且由于她并非可修得或达到的 故她是清静的圆满 除了这个之外 我没有其他可教导的 所以要好好把她放在心中 卡千女 卡千公主 错家佛母请求上师莲华生大师 为上中下根者的利益 开示这三种禅修的教言 她为后世记录下这些教言 由于这些教法并非为了在当时宣扬 错家佛母便将他们藏匿起来 而成为珍贵的地福藏 愿具有业缘的于且士 得遇这些教法 未来当有福报的你们 得遇这些法教时 一、你对建立自信的了悟 也许有如海洋 但人应守护最细微的世俗因果 二、你可能已了解法性、自信的大海 但人应保持不散乱的传修 有如黄金打造的柱子 三、你可能已经了悟 五、你慈爱的心 也许没有偏思 但人应满足你的伴侣 与所有法友的愿望 六、你也许已经看见 佛与一切众生的平等性 但人应避免如毒药般的食不善业 与其果报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佛与一切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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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